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办公室那边有几个奖学金上得到我们一个简单的培训 然后我们请一些已经在德国读大学读硕士项目的学生 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奖学金 他们也拿到那个组织奖奖学金 然后我们也想跟我们王洛尔观众来奉争一下 这些同学的经验 我自己的名字叫金与夫 我是德国学书教育中学DAD 台北资讯处的族人 然后我们DAD就是德国最重要的 最大的一个办法讲学金的一个机构 所以我们藏城就提供这一种咨询 怎么去德国 怎么留学德国有什么样的机会等等 欢迎大家听我们今天同学的报告 然后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跟我们分享 像他留学经验的学生就是李女士 李女士刚刚是来到报大学 说是别的 她在那边读过生物学 然后目前在德国在一个职业里做实习 好谢谢李女士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营 谢谢 谢谢 谢谢Yosef的介绍 然后我是李杰宇 大家好 早安午安 然后我是2019年的中国商场学金生 今天很荣幸有机会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 来分享我的硕士学习经验 那我所在的城市就是海德堡 然后就是一个很美丽的小城市 也欢迎大家之后来拜访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大学是在台大念生化科技系 那毕业之后 19年我到了德国海德堡大学 就读癌症生物学 那因为经历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对于我的人生过程有点改变 所以我现在比较是走生物资讯学方面 那目前是在默克药厂的healthcare部门 去当computational ecologist的实习生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有一下几点 就是我的硕士学习经验 然后还有一些在德求学生活的一些建议 那加上因为我四月底已经毕业了 所以我这一段时间基本上除了实习以外 也有在做一些找工作的动作 所以我也可以给一些求职的建议 那最后两点就是今天可能讲学精神最在乎的 就是行前准备的建议 还有抵达德国后该做什么 那首先就是简短介绍一下我的硕士学习经验 我的硕士program molecular bio sciences 是由海德堡大学跟德国癌症研究中心 Dekovset合作的一个学程 那他的学程设计是四个学期 但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生涯规划的考量 已经疫情2020年爆发疫情 所以我念了五学期左右 那德国的学期制跟台湾不太一样 冬季学期winter semester 是从十月到隔年的三月底 然后summer semester 是从四月到九月底 那有课的部分大概是十月中 冬季学程是十月中旬 中下旬到二月底 然后夏季学程有课的部分 大概会是四月中下旬到七月中 那我当初19年六月大学毕业之后 我花了大概七八九三个月留在原本的实验室当研究助理 那同时也有在台大做一些实验课的教学助理 然后十月入境德国开始我的硕士旅程 硕士学程 那其实在这边我不太建议大家这么晚入境 还蛮建议大家就是九月一拿到签证就入境德国 那我会选择这么晚入境是因为 其实我2017年已经有透过大学的学程到了海德堡 也就是我现在我念硕士的地方 就是学体语言一个月 所以其实我对当地已经非常了解 所以我选择 那时候是选择留在原本的实验室当助理久一点 但我还蛮建议大家就是提早入境去熟悉环境 那我的学程设计前两学期就是第一年的时候主要是修课 就是有理论课跟实验课的部分 那第三第四学期他们是安排就是你要自己去找两个实习 内校外都可以 然后之后做一个六个月的硕士认为 那我自己是觉得实习我想要做长一点 因为三个月基本上我觉得有点太短 然后没有办法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的实习都是三到五个月甚至六个月 所以我花了五学期才念完我的硕士 然后加上2020年三到五月欧洲疫情大爆发 所以其实我们的我的第二学期基本上有一个月的时间是全程 locked down 然后大家学校部分很短 所以课程的部分好像也是延误了 我记得也有延误一个月左右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的同学们目前也只有一半的人毕业 因为大家自己规划的时程不一样 所以其实在德国念说是没有一定的毕业时间这样子 我们这一届的同学目前还有一半的人还在写硕士论文 那到了2020年之后 其实那个时候2020年冬天的时候 因为也是欧洲疫情大爆发日增一两万例 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拉档 所以做学士生硕士生其实很不好找实习 原因是当时的政策是实验室比如说一个空间本来可以有三个人存在 但因为防止疫情传播可能就只能有一个人可以去实验室 所以等于实验室的capacity很不够 所以那个时候学生其实很不好找实习 但是还蛮幸运的是我有找到一个做还是会在实验室里养细胞 然后做一些web lab的实验室 但我记得我圣诞节12月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月被禁止去实验室的原因 就是因为疫情太严重 那个时候甚至有消禁 就是晚上八点之后不可以出门 所以对这也是我硕士有延误的一些原因 加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打击 所以会让我觉得如果是在实验室做web lab的话 很容易我的研究进度很容易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转往做生物资讯学做dry lab 那我的第二个实验就也很幸运的找到了一个hybrid的实验 就是有进实验室做细胞实验 然后也有做生物资讯学的部分 然后他是在一个比较小型的升级公司 因为海德堡其实自然科学研究蛮发达 有很多有学校然后也有很多小公司 然后是跟学校非常的紧密合作 所以其实在我那个第二个research intern的公司里面 也有非常多实验生 然后加上那个时候新冠疫苗问世 所以其实德国也逐渐开放 然后大家的生活也逐渐会不正常 然后到了硕士论文 我今年4月底的时候口试结束 然后目前在merc实习 然后10月之后就也很幸运有找到正经 然后同时之间我也当了一年的海德堡团学会的会长 以及有参与一些线上升级人才圣询的创立 以及活动的办理 然后这边也分享一下 就是在外如何自己找奖学金来资助自己念书 就是除了实习以外 就是可以鼓励大家申请DNAD的奖学金 然后到了德国本币 就是他们对于硕士生快要毕业的时候 可以申请一个叫做Studium Options by Hereford 就是也是一笔帮助你专心写论文 不用同时在工作的一个奖学金program 然后巴登福腾宝是唯一有收学费的帮 但是也是有方法可以去让你免除缴1500欧一学期的学费 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太多 在德国生活快三年 我觉得我变得更冷静 然后也更有耐心 因为德国的行政效率没有台湾这么快 所以你来这里生活三年 你就会变得比较耐心比较有冷静 然后因为这边的人比较注重个人独立个体 所以你也必须变得有自己想法跟组件 这样大家也比较会尊重你 然后对比较愿意跟你交流 因为如果你都太合群的话 他们很容易会在群体中变得不被别人注意 这样 那后面三点我觉得是因为疫情 所以Lockdown的时程让我更全面了解自己 然后也开始享受自己读处的时间 也变得更感兴趣 对因为我在德国这边是我没有租VG 我是一个人住的 所以在Lockdown的时候就也变得更知道如何与自己读处 建议的部分 其实不管你是念英文学程 德文学程是一定要学德文 但是如果你就算是念英文学程 我还是蛮建议学德文的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因为会德文 所以我签证就严签从来没有遇过任何麻烦 然后找房子也非常顺利 然后在德国公司面试的时候 甚至是英文面试 但是如果你会讲一些德文 他们会对你印象比较深刻 然后做菜的部分就是留学生必备 因为在这里如果你想要吃到好吃的东西的话 基本上都太贵 所以只能靠自己煮 然后烘焙的部分 我觉得是德国的一个很特别的文化 也有可能只是海德宝 就是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实验室 或是新的公司 或是自己生日都 生日的话是受薪必须要准备蛋糕 然后你到一个新的地方 通常大家也会期待你带一些蛋糕 然后去让大家来吃你的蛋糕 然后大家互相认识 然后第四点 Work-Life-Balance 也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德国人很重视这个东西 所以就不太建议 如果你已经到了德国念书 还是只完全focus在读书身上 然后除了读书以外 也可以找一些EV job 或是做一些打工 来增加你的人生经历 其他这些细项 比较是给蒋雪晶圣一些建议 就是你一定要去保第三责任学 就每个德国人都有保 然后脚踏车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去找每个地方 应该做next bike 就跟台湾的书书书书书有点像 然后如果你用当地的学生账号 办账号的话 前三分钟是免费的 然后收包裹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有包裹来 就要在家里可以去办pactation 然后465的部分是我自己本身在当地言签的时候有被遇到国籍 就是被 被国籍被登记成不是台湾的国家 所以465可以记出来 因为我当初就是讲出说 就是请你们在系统找465这个字 然后他们才找到台湾 因为突然一开始他们找不到台湾 然后求职的一些建议 我自己自觉对network非常重要 就是不只对求职有帮助 对找房对找世纪都非常有帮助 然后多参加活动workshop 然后也可以跟同同学聊聊 因为有时候你在不经意的聊天过程中 你就会获得一些新资讯机会 然后学校通常也都会有career center 然后剩下的四点就是比较找工作specific 就是你的CV 你的cover letter要针对每个工作去写不一样 不要就是钱便宜率都是同一个 然后也是我现在实习的主管跟我说 就是亚洲人普遍自信都不够 所以要有自信一点 然后不要自我设限 如果job description上你有符合60% 就可以投那个工作 然后刚刚讲过语言能力 因为大部分的就算job description是写英文 他也会说German is a plus 所以真的如果要在德国生活 真的很强烈建议要学德文 然后再就是马上行动 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就是找工作 但是他们都会很懒得写cover letter 所以行动非常重要 然后硕士生就是在你有德国硕士学历的话 有一个非常好的bonus是我们毕业之后 我们有18个月可以找工作 所以这个是我在海德宝的移民局复制下来的职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善用这18个月 然后找你想要的工作 而且在这18个月是你是没有工作时输限制的 然后行前准备的建议方面 就是之后我可以分享这个flight给奖学精神 那就是这个是我在海德宝一个学妹 她整理的那个建议系带物品 那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然后我自己觉得非常有感的是一些3C产品的转接头转接线 在德国都非常贵 然后这些体积又很小 所以我觉得可以从台湾带来 然后也建议在信用卡跟足够现金 是因为奖学精神12月才会拿到第一笔的奖学精 所以如果你们10月就来德国的话 就记得要准备三个月的生活费的信用卡或是现金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租金的租房子的押金 租房子的押金通常会是三个月的冷租 所以要准备足够现金 那健康保险我当初就是太麻烦了 就是通过Xpactual 所以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是透过这个办的 然后办TK然后办限制庭隐藏户去补足差额 因为听说之后会每个月会需要948欧元的限制庭隐藏户 这样子然后疫苗施打证明是可能你作为 你是生物领域可能比较要注意 因为像TKPZ他有要求我要有一些特殊的疫苗施打 证明然后这个是台湾卫生所才可以给的 所以如果是独生物的学弟妹可以先去办这个 然后把它带来台湾 对然后其他的购物就是来了就会 来了以后多跟台湾人交流 就是知道哪里可以买到便宜二手的东西 那最后就是分享一下落地之后要做什么 第一就是学生健康保险跟暂时的电话卡 就是你要假定你在台湾就准备好这个东西 然后你一落地一早到房子 7天内就是房屋合约开始的7天内 你就要去各地的Burger Arm 然后去做城市入籍的动作 然后当然大学注册也是非常重要 有了这两个东西你才可以去开实体银行的开户 去给奖学金或是说去连接限制庭账户 这样子那电信的部分有分预付卡跟绑约 我自己是觉得绑约有点太复杂 因为你当作离开你又要多一项解约的动作 所以我自己是用预付卡 然后我只用3G一个月 因为大部分学校都有EDO Room 所以其实你自己用行动网络的扣打不需要太多 然后你以上前面这两个还有健康保险的红字 你都有了之后你就可以去研签 那通常建议直接研两年 我当初我在参加说明会的时候 当初那个学长说可以研30个月 但是海德堡这边的签证官他跟我说 因为我的学程只有两年 所以他只让我研两年 但是我后来也跟其他大城市的人交流 他们说大城市会比较愿意一次给你研很久 所以可以先问都先问 然后如果没有顶多 还是至少会给你研两年这样子 然后先研完前再慢慢去其他的东西 再慢慢去了解然后去反例这样子 然后要妥善保存的重要信件就是税号 他会用一个很不起眼的信息来 然后上面是写Stoyer ID 还有你一些社会保险号码 这些在你以后实习或是求职 增长入职的时候都会用到 所以要保存好这些重要的信件文件 然后以上大概就是这样 那这边付一个一个月生活费多少 这是大概 我是觉得我自己本身是算花费非常少的人 因为我的宿舍非常便宜 然后我餐就是为了省钱 所以我大部分是自己煮或是吃雪餐 这样一个月大概是702 其实很难 我问我身边的朋友很难地域这个数字 尤其现在物价一直涨 因为战争的关系 所以就是给大家做个参考这样 当然就是决定因素就是租金产费跟杂费 好谢谢大家 然后有问题的话可以等一下一起提问 或是打在QA的地方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德国的流失经验 你即使你700块欧元之内在海德堡 可以供选你的生活费 算是蛮厉害的 但是我们的经验可能会稍微贵一点 你真的是住的很深 一开始你有一点 给大家介绍你为什么要稍微拖事情 学习事情 其实我看到你这种丰富的经历 然后看到那些疫情的情况 我觉得你根本没有拖事情 在德国真的是两年之内毕业的是非常难的 特别是在像海德堡这种 要求比较高的一种学校 是很难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是标准的非常优秀 觉得非常快 各位朋友们会分享你的经验 然后希望你也还可以回答我们观众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想 谢谢 我现在想换换到刘选择 刘选择刚好还在学习过程中的 压成工业大学的决生 已经读了一年的硕士 同样也是我们组组章 基金会的讲学经商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学习经验 那我分享一下我的荧幕 好 请问有看到吗 有 好 大家好 我是刘桃力 然后我目前是在亚成工业大学 就是读我的硕士这样子 然后虽然这个封面是 那个汉堡的封面 但是我其实在亚成 然后关于我的话稍微介绍一下 我是台大电机器毕业的学生 然后我中间我其实有在联发科 就是算是实习 然后工作一年 然后之后来亚成这边读我的硕士这样子 然后我的学位叫做EEITC 就是它是很长的一个缩写 它是电机就是Electrical Engineering 然后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还有Computer Engineering 全部合在一起的一个学生 然后我们这学生里面呢 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向 那你在进来之后 可以再选说 你想要专注在哪一个方面去做研究 或者是修课这样子 那这边就是附上我的FB 就是如果你有 对于我 或者是对于德国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就直接从FB上面找到我这样子 然后我今天主要会Focus在 你出到德国 大概会需要面临什么样子的 就是你可能会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还有一些学习上跟生活上的差异这样子 好 那一开始出到德国呢 我建议大家的是 就是你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 需要准备的东西 那你可能把我接下来列的几点 你都先写在一张纸上 你可能就是先稍微列一下说 每一点你可能需要准备的东西有哪些 那你在每一天 你可能 因为通常可能它会牵动彼此 就是我可能有这个 我才能去办另外一个 但是有时候德国的效率 你们也知道就是会 可能一下子这个会出一点trouble 那可能你要先去弄另外一个 所以你每天就是把那些 好几项就是scan一遍 然后看今天可以哪一些有进度 就先去做它 那接下来我就把你可能需要注意的几个点讲一下 这样子 那一开始你会在德国面临到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找到住宿的地方 那住宿的话呢 我那时候是很幸运 我找的过程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其实有很多人是蛮难找房子的 那大家就是建议大家找房子 可以上Vegge School 或者是你可以去脸书的社团 或者是你在一开始学校应该都会给你一些 就是他们应该都会有些说明会 那你就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加进WhatsApp里面 那你就有时候他们也会po一些租房的资讯这样子 那你要记得刚才像前一位他有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在有房子的合约之后 你要记得去按Meldon 但是因为像我在雅城这边 因为实在是太多学生了 所以他其实那个预约的时段非常难抢 所以其实他也没有限制说你一定要马上 他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缓冲的时间 但是就是要记得去做这件事情就对了 那接下来就是你要记得注册 那其实真的每个学校的手续不太一样 那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你可能在转学费的时候 你要确认他真的有转到 因为像我在去年第一次转的时候 因为我从台湾转过来 那最后就有一些缺额 他不知道为什么中间就没有起这样子 所以你要记得转完之后要确认 你真的有德国方学校这边真的有收到 然后才可以安心这样子 不然没有缴到学费是一件 有点严重的事情 那你来德国的时候 要记得把所有的申请文件的证本都要带到 因为他们有时候也会要检查这样子 那阿恒这边呢 我们这个帮他是不用缴学费的 所以我大概是缴300欧一学期 那300欧里面其实有包含一大部分都是在缴车费 就是我们这边的学生票 那我们这个帮的学生票是最好用的 就是我们可以到整个NLVA整个帮都可以用这样子 所以是最大的最万能的一张学生票 范围最大的OK 然后接下来就会讲保险 保险的话呢 我也是用Xpatro办理TK 那因为我是我们都是学卫生嘛 所以我们其实都会直接保供保这样子 那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私保需求 可能就要麻烦大家自己去查一下资讯这样 那最近健保费要涨下了 前几天我才收到讯息 好像是会变成120欧左右这样 然后有一件事情是 我那时候来的时候 因为其实你还要去办说什么 我的保险要保险卡 然后要请他帮我验证什么的 但是其实你的保险是在你一落地德国 其实像我是10月来 那就是10月开始你就可以用这个保险 反正他最后会再跟你全部一次收钱这样子 你不用担心会他不跟你收钱 然后你白白用他的保险 不会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早就应该去打这个HPV了 HPV就是很多台湾人来德国 德国会免费让你可以打这个疫苗 那很多台湾人来德国就会打 所以可以提醒其他大家 其实你到德国就可以跟那个TK要证明 你就可以去打HPV了 因为他是要一个时程的 就是他可能要打完三纪要个半年一年 所以你可能可以先去打这样子 OK 那接下来还会讲到就是关于开户的部分 那很多人会说到底要开线上的 像是这个N26 还是你要去实体的 比如说Spracaster之类的开 像我自己我是没有再去实体的银行办的 我就是N26用到底 那N26我们的奖学金也可以直接转进来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很方便 那你就可以在一级一的需求去办理实体的账户这样子 那N26他也会给我一个算是信用卡的东西 我就是直接刷 他就从直接里面扣钱算是金融卡这样子 那手机的部分 我那个时候是先在台湾买了一个月的预付卡 就是那种可能100GB 就是超大的那种预付卡 那我就带来德国 因为我知道我前面那个网路用量可能会很大 然后我可能没有那么好找 手机电信 就是一开始可能有点麻烦 所以我就先带了一张预付卡 我建议大家也可以这样做 然后到了之后再去办当地的 就是我们德国这边的手机号码这样子 我是用Volta Phone 然后我是用给它党约 但是因为它是APP很简单 我就可以直接申请说 请你把那个卡片寄给我 然后我就直接开通 所以是还蛮方便的 所以大家可以到时候再查查看哪些是符合你的需求这样子 然后这边的建议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讲的 你的代办项目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先写下来 然后你每天看一看 看有进度就先去做它 不要就是感觉好像很杂乱 不知道哪一个要登哪一个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一下就是关于我自己在阿恒这边的学习 跟我在可能之前台大感受到的一些差异这样子 这边在阿恒工业大学 我们这边的修课是完全很自由 就是你一开始要注册这个课 其实根本有没有注册都没关系 你可以把所有的课都注册一遍 你不要去上也没关系 那他完全不会点名也没有作业 应该是说他的作业完全不会算分 所以就会变成他考试完全都是占100% 那我要小小的就是讲一下考试这个部分 像我不太确定其他大学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但是阿恒工业大学特别的 怎么讲就是算严谨吗 他有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就只有90分钟 所以就等于你90分钟就要决定你这一个学期 这一科会不会过 对 然后他90分钟里面 他的考试非常多非常干 然后你一次就定生死 对所以其实压力会有点大在要考试的时候 而且他整个考试的时期拉得非常长 比如说像我这次的暑假 其实我从7月20多号我就开始考试 一直考考考考到现在我都还没有考完 我还剩下两科 我的最后一科是9月1号 所以如果你的运气不好的话可能完全放不到暑假 然后中间可能就是一直在拖一直在拖你 就是一直在看书也可能没有心情出去玩 这样所以大家可能要平时要稍微祈祷一下考试的时间是够好的 这样那有些课因为看有些教授可能如果他觉得课上的学生很少的话 他就想要用口试的 所以有可能是口试有可能是笔试 那我上的这个学程是英文的学程 所以我其实遇到德文课的那个机会不太高 但是像我之前有遇过一个课 他是那个教授觉得班上都是德国人 然后我好像听得懂 所以他就直接讲德文了这样子 所以可能对就是大家要稍微在选课的时候 一开始要试试水文看每一个课的属性是怎么样 那有一个建议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就是关于你整个学程的规划上面有任何问题 还是你在整个课算学分或者是课上的规划有任何问题 你就是继续直接问 这真的是我很切身之痛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我之前我在上一个德文课的时候 因为我其实免休了 所以我其实可以直接上德文课可以拿到六学分的课 他就只有跟我算四学分 但是我的所有证明早就已经寄给他了 那我是因为我透过我同学知道这些外文课可以拿到六学分 我才再去问他说为什么我只有拿到四学分 那我又再寄回来一次证明之后 他才帮我纠正 就是帮我把这个错误改过来这样子 所以其实大家有任何问题 你从身旁的朋友发现好像跟我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 大家觉得不太确定 用问的真的没有什么效 因为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规定是怎么样 你还是就是直接寄行去 approach到相关部门的学校的人员 这样子才是最快的方法 那就是不用怕寄行 因为他们都会回你 这是他们的工作 然后要多交朋友 因为朋友的地方会让 跟朋友聊天会让你知道自己的情况 是不是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也可以知道大家的规划是什么 然后生活的差异大概就是你吃的东西在台湾 就是德国会非常少 我其实很少吃到深绿色的蔬菜 所以大家要有点细腻的准备 那就像刚才前面的同学讲的 这边就是必须要自己煮 外面真的很贵这样子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带简单的食谱书 那我那个时候是有带一些台湾的调味料来啊 那我会觉得台湾的一些比如说酱油啊之类的 在这边还是比较难找到的东西 可以自己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带这样子 那关于乐的部分 因为雅琛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 所以其实娱乐不太多 大家最多就是出来可能约喝酒啊 就没了这样子 所以你可能会变得很健康 因为其实你的很多时间 像我自己来说我都在运动这样子 对 然后关于刚才前面讲到的 花费的部分 我觉得花费的部分真的是 很看你一开始房租到底是怎么跟房东签约的 然后还有你平时到底多长在外面吃 这也是很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在德国很常就是会有一些 Lily Coco的开销 比如说一下子他的健保又跟我扣了一笔钱 一下什么又跟我扣了一笔钱 所以其实我觉得开销还是满了哪里 但是大家在可能就是可以记账 就会让你整个开销的规划上面会比较好拿捏这样子 对 那我的报告到这边 那如果等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接 在Q&A里面就是打 然后我也会直接回复 或者是我们等一下最后的Q&A再回答这样子 谢谢 好那非常非常感谢刘先生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丰富在德国留学的经验 下面我还想请陈女士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她的经验 她的情况比较特别 她其实也是刚刚才拿到我们工作厂奖学金 工作厂基金会的奖学金 但是她已经在德国 因为她大学部的时候参加了一年的交换 所以她已经有很丰富的德国留学经验 所以她已经可以分享一下她交换的经验 谢谢 哈啰 大家好我是陈文华 听得到我声音吗 可以 听得到 可以 好 OK 好然后我想分享一下 我这个学期在德国交换的一些经验这样 然后今天要讲的部分大概有就是我自我介绍 然后在德国校园学习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刚到的时候开户电话卡之类的注意事项 还有一些食音住行 还有行李推荐清单的分校 然后我叫陈文华 然后我是清大化工系学士班毕业 然后之后申请了交换学生来卡斯鲁理工大学 这边学习了一个学期 然后之后预计十月之后来这边正式的念硕班 然后卡斯鲁的话是巴腾福腾堡 然后这边的第二大城市 然后最有名的景点是一个皇宫里面是一个小型人文博物馆 如果你改天路过有空的话可以来半天观光一下 这边是一个工园蛮多然后蛮适合散步的地方 然后我想先想分享的是我在这边上课的一些心得 就是我觉得这边上课方式其实跟台湾蛮像的 就是老师会自己准备PPT 然后有时候搭配一些版书 然后整堂课 我们这边一堂课是一个半小时 然后就真的90分钟讲好讲慢 然后比较不一样的话是这边的话 不太会像台湾一样要求你买教科书 然后也不会有什么课堂上勾习题之类的状况 然后如果老师有推荐某一本教科书 特别推荐你一定要去读某一本教科书的话 通常图书馆会有买 然后他们书一买就是三五十本上百本 那你等于整个学期你要去借都是随时借得到的 然后这边的话跟台湾经验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他们同学下课的时候 售数包速度超级快 然后也比较少出现有同学下课 围着老师问问题的情况 通常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上课就会直接举手问 但是也不需要担心的说 如果你上课从来不举手 从来不回答问题会不会很奇怪 因为这部分的学生其实上课也都蛮安静的 然后老师如果有问说同学有什么问题的话 全班沉没的几率还蛮高的 所以也不需要太担心 然后这边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他们考试至少以我们学校开台来讲 他考试跟你学期间的那些课程资料云端是分开的 所以你可以期末的时候在自己决定说 你这学期要不要考这门课 要不要拿这个学分 如果你不考或者是你想下学期再考的话 的话都是可以的你可以自由选择 但是要注册考试之前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有的考试会卡你助教课成绩 就是你助教课可能要过几个section 或者是要交几份作业几份报告 他才会让你靠 然后这个会在开学第一堂课的时候 老师都会跟大家说清楚 不过也因为第一堂课很重要一定要到 所以开学的前两周通常的学餐会是一个大爆炸的情况 我记得我开学第一周有一次在学餐 就是光是等排队就排了40分钟 所以会建议就是开学前两周的话 可以考虑自己带食物去吃 然后准备考试的部分 以我们学校来讲的话 学生会会收集考古 所以期末的话 有部分课程的考古是可以在学生会那边买到的 可以在自己留意一下网站 然后讲一下刚到德国的时候 要在银行开户还有电话卡上 比较会容易遇到的情况 就是理论上如果你要在实体银行开户 通常会要求你一定要拿到税号之后才可以开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还是看银行的 因为我那间银行 我当初入籍成功拿到那个确认书之后 它就让我开了 不过你实体银行开户 虽然可以马上拿到你的户后 然后就可以赚账什么的 但是你开完户 跟你实际拿到卡片可以领钱 中间大概要隔一个月 因为它接下来就是一周可能寄封信 给你一下寄什么网银密码 然后一下寄你的提款卡 然后最后一周 可能才会把你的提款卡密码寄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开实体银行的话 你来德国的时候 那个现金最好多带一点 然后比较 如果要挑选实体银行的情况的话 我会建议就是离家近领钱方便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可以看一下银行有没有提供学生专案 可以免收每个月的账管费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德国这边实体银行开户的话 他们通常会给你一种 德国境内流通的签账卡 叫做EC card或者是Giro card 然后这个卡会在德国境内 会比VISA和MESTRO那些信用卡好用 对 但是这种卡片是没有办法先上刷卡 而且出了德国境内就等于没有用的一张卡 所以我个人会建议说 如果你开实体户头的话 可以再考虑开一家纯网银 对 但是纯网银尤其是N26的话 就是 他 我有听过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他们发生过倒刷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开 不管开哪一家线上银行 会建议说平常可以把什么线上转账 或线上刷卡的权限全部都先关掉 要用的时候再开 这样安全性会比较高 然后讲电话卡的话 我个人强烈推荐就是 你刚到德国的时候 你的手机一定要有办法连到网络 因为不要相信你可以在 就是你如果觉得你可以在所有公共场合 都连到WiFi的话 那你那天绝对会连不到 对 然后要在机场买 买预付卡的话 也很常缺货 所以我会个人最推荐的就是 你直接用台湾手机的漫游 而且用手机漫游的一个好处的话 就是你来这边 你可以在手机设定里面调说 你接下来要接哪一家 电信网络的讯号 然后就可以顺便测试一下 你家附近哪一家网络的速度 或者是它是有办法打电话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推荐的就是 台湾的话部分电信公司有支援WiFi 就是它会把本来走基地台的一些电话讯号 用WiFi转到你的手机 所以像我现在的手机我只要接上WiFi的话 它的电信公司就会自动调成中华电信 然后我要打国内谁的手机我就可以直接打09... 然后就是会以国内的飞率计价这样 然后接下来分享一下食音住行各方面 就是学校的学餐跟台湾比较不一样 至少我们学校的学餐的话是像右上角那个图 就是那个厨房阿姨会把菜打好放在上面的台子上 然后你从台子上拿了餐点之后去旁边结账这样 然后食物好不好吃就看学校的政策 因为我在台德堡吃过一家超好吃的学餐 但是以开贴来讲的话就是味道不用太期待这样 然后德国这边比较...至少我巴登福坦堡的话 所有的超市还有一些包括公司什么之类的 它周日是关门或者是国定假日也都是完全关门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星期天想要自己煮饭的话 记得星期六一定要去超市买菜 对 然后还有如果你在外面吃饭的话 大部分的德国人会有给小费的习惯 这通常大概也是差不多10% 比如说你今天点的东西最后是20块的话 通常会就直接给他22块这样 但是这个小费不是强制的 如果你今天不想给的话 他也不会...他通常也不会拿你怎么样这样 对 然后住房的部分也是像刚刚那位同学 最多人用的话就是Vegue-Gesuf 然后或者是FB社团这样子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这边晾衣服的话 都通常是在地下室晾衣服 所以等于是阴干的 如果刚好你们城市水的硬度比较高的话 衣服干了之后就会变得特别硬 那如果你很不喜欢那种感觉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那个烘衣机先烘过一次之后再去晾 那这样子衣服就会软很多 然后因为德国这边夏天是没有人在撑阳伞的 如果你的皮肤对紫外线比较敏感的话 会建议从台湾戴抗UV的外套 因为这在德国是基本找不到的东西 然后行的话 因为卡鲁的地势蛮平的 而且车流量也不是很多 所以有一台脚踏车 可以在你校区赶克的时候 大幅增加你的幸福指数 还蛮推荐的 然后比较特别的话 是卡鲁有些车道是对汽车而言是单向道 但是对脚踏车而言是双向道 所以如果你看到像右上角的那张图标 上面写加车Fly的话 你就可以很安心的骑上去 然后另外一个 我刚来德国的时候有很大障碍 就是他们人行道的红绿灯 因为在台湾你就会想说 你一定要在绿灯的时候 就赶快把那个马蜜走完 不然可能会被车撞 但是在德国这边的话 你人行道亮晶灯跟汽车空行之间的 时间其实拉的蛮长的 所以你只要有办法在绿灯之前 踏上斑马线 通常剩下的时间都能够让你走完 所以不用像我刚来一样 就是刚踏上去 发现什么变红灯 然后就默默的撤回来 他就过不了马路 然后最后讲一下 我觉得离开台湾前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你如果有什么信用卡账单 什么电话费账单 什么自动扣纳即可要办 然后如果你没有打算把台湾的门号带出来的话 那你可能要想一下信用卡的验证方式 就是你要改用什么 然后如果你要带出来的信用卡 是自己申请的学生卡的话 要注意一下额度的部分 因为自动扣纳的话 通常是在隔月的月中甚至月底 但是你一定要等自动扣纳钱扣到之后 你的额度才会恢复 所以等于你的两万块 会变成两个月够用的 然后如果你刚来开销比较大的话 很容易刷爆 然后要解决这部分的话 我想到的方法大概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趁你 你如果是来念硕士 然后你在你大学毕业跟念硕士之前 这中间不是学生的时候 你可以跟那个银行申请 你要解除学生身份 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额度拉高 或者是善用信用卡的预角功能 就是你先汇一笔钱到信用卡里面 然后你的额度 就会变成你原本的额度 再加上你多汇的钱这样子 然后这边带卡的话 如果你手上有那个什么JCB 什么LiveHay卡那些 就建议不要带 要带来一本没什么用 然后最后的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在德国这边 比较难买到的东西 我最让我震惊的就是那个L家 因为在台湾L家很好买 而且很便宜又很方便 但是我来这边之后 L家不太好买就算了 而且超级贵 我曾经在一家文具店 看过一个很简单的塑胶L家 就要卖一块欧元 所以如果你是L家爱好者 建议你就从台湾带来 然后还有大家很常说的文具 这边的文具真的是蛮贵的 而且也没有比较好用 像台湾一支可能卖五十块的笔 同一个品牌 这边可能就要卖四五欧元 所以会建议比 如果你是习惯用纸笔做笔记的话 就是文具多带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 可以考虑带的比较重要的是 那个网路线 就是因为你住的地方 你住的宿舍 可能不见得有WiFi讯号 然后这边网路线也没有 要买的话通常要到市区的大型电器行才买得到 就是没有那么好买 所以会建议就是 以防万一你就直接从台湾带一条来 然后顺便 要买网路线的话 就留意一下自己电脑的配置 看是有网路口 还是你可能还要再加一个Type-C的转接器 然后我的分享大概到这边 就是谢谢大家 好陈律师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 我们观众中 除了我们四位 在台北的讲学经常以外 网路上也有很多 可能现在刚好在准备去德国 在考虑 还要做一些什么 最后的一些准备 欢迎你们在我们的Q&A里 你问出来你的问题 然后我的同学 也念出来你的问题 我们上个专家 感谢你们三位 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 可是首先我想给我们 四位同学的机会 来问出来你们的问题 你们有什么问题 请你们出来 然后对视镜头来讲一下 不要害羞 你直接来问你的问题 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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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 谢谢 嗨 就是他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 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现在在找房子的时候 有些时候 要跟房东约存命 但想问 有没有人有相关的经验 就是可能存命要准备什么东西 然后可能房东会问什么样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想问 有没有大家可以有些经验分享 因为其实第一个层命本身就很难用 目前才只有一个回复跟我约的时间 然后不确定要准备什么东西过去 我可以先回答 因为我最近也在找我之后工作房子 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是你要有财力证明 然后我自己的德国同学是说 如果是学生的话 就当然就比较难 所以你可以请父母 你可能要自己用德文翻译 或是用德文翻译写一个 就是你父母愿意资助你钱 或是奖学金的证明 这样子 然后来证明说你负得出房租 然后还有一个是 很多房东会要求书法 是一个行用的证明 可是我不知道 如果你们以前在台 就是还没来德国的话 有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证明 其他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很快就搞到房子 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是我的 我可以搬入的时程非常弹性 所以通常房东会 就是你要越弹性越好 然后你要可以证明你是一个正常的人 你不会毁坏他的房子 然后还有你负得出房子 我觉得大概这些是重点 可能其他栏外可以补充 可能其他栏外可以补充 可能同时准备像是什么 Levon's Vault 或是其他配备之类的东西吗 会 有些看房就会要求你要带Levon's Vault 好 好 谢谢 书法 我可能介绍一下 书法是德国的银行办的一个文件 就是说明你目前为止 你还不全 捡你的金融情况是好的 你做一个卖馆 刚刚到德国 你办不了一个书法 你没办法提供这个书法文件 所以你只能像刚刚建议的提供一个 比如说一个强势金说明之类的 所以你刚刚离开台湾到了德国 你不可能办书法 因为德国的艺人还没有你的记录 还有什么问题吗 同学们 抓机会 来到这里 大家要看到了 我现在看到了 好 请问就是刚刚没有知道说 这是八大福文宝官 是有计划可以结尾的学费可以进去 就是 就是 说明的 是 下一点怎么办 可以请你说 就是能怎么进行 好 就是 可是我有点担心 今年的已经截止了 因为我记得for winter semester 好像是7月15号 还是8月15号截止 但是你可以上网查 exemption exemption score tuition fee 然后什么international student 之类的关键字 你就打 然后我当初我记得我是交了大学的成绩 然后还有为什么你想要申请这个exemption 然后我当然理由我就大概写说 因为我已经22岁了 我想要经济独立之类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你社会服务的证明 就是你过去有没有做什么志工啊 然后有什么一些加分的项 就是全部都寄 申请成一包 然后寄出去 这样子 然后他官方是说 一学年补助5%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身旁的朋友一半都有拿到 就一半的外籍生都有拿到这个evention 然后他一免除你 就是免除第一本的修业年限 所以就是四学期 你一免除你就会拿到四学期的免除 然后网络上有人问说 像我的话我其实注册六学期 那我后面两个学期要不要讲 答案是不用 但是我的方法 我的情况比较熟 是因为巴登普腾宝邦有官方说明说 如果你在corona爆发的那三个学期 你都有注册的话 这三个学期算是corona semester 所以等于你的正常修业年限 你会自动延长三学期 所以你的所有奖学金 你要申请延期 你只要跟他说 因为我有注册在corona semester 然后把那几学期的注册证明给他 他就会自动延期你所有的奖学金 跟学费检典的部分 但是如果其他情况 你超过了正常修业年限 想要再延长这东西的话 你可能教一些读书计划 或是对啊 我觉得他们都可以理解 然后都蛮有机会可以过 就上网搜索的方式 谢谢 谢谢 你可以下学期申请 好 谢谢 还有个问题 谢谢您好 就是我之后一直要去太德堡店 然后就是说 我最近有申请到那个 就是社会 那个学生书什么 很棒啊 我当初也是申请那个 那我想说就是 那就是他期限到的时候 宿舍生书要再筹码 还是就是可以跟他申请 继续注到亮明 你有联络到Christian吗 什么意思 就是 service package 的负责人 我记得他叫Christian 他会帮你延长 他会给你一个延长合约 然后你的签名送给Housemeister 就好了 所以就是可以住到两年吗 那如果说我要 可以住三年 就是他的 对他的约是签三年 如果你住 你只住两年的话 你要提前解约 但是因为我刚好住满三年 所以我就没有额外的动作 对 好感谢 谢谢 恭喜 恭喜 太好了 都拿到学生素食的位置 有的德国城市 其实学生素食不是那么好生病 一般来说 初次都还是学生素食 算是最 从家庭 方面来看 最合算的 最便宜的一个方式 而且特别一开始 你到达德国 你可能还不太 知道怎么找房子 如果可以住学生素食 一开始可以省很多麻烦 我们如果这里观众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陶律师 我们网上的观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路上刚刚有提出一些问题 然后有的 我们已经有回复了 那有一些我们可以就是听听看 就是现场的 就是在网路上的三位讲的 也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有人是问说 就是德文的部分 会建议就是要学到什么样的程度 在这个实验室 对于实验室老师 或者这些的沟通比较没有问题 从谁开始了 刚刚就是结语部分 已经有回答过了 所以可能就先请陶律可以来给个建议 我是学习英文的学生 所以其实我在上课的部分是用英文 但是如果你有希望说 如果要多跟德国人聊到天的话 可能Bate 5还是有点难 可能要吃饭 你还是会比较听得懂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只要看一般的文字 可能Bate 5够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生活上 要跟人家聊天交流 可能吃饭 比较方便一些 这样子 对 对 同学们都说什么Bate 5 可能有一些观众 不太明白这个概念 只是一个欧洲语言标准 然后 C1的话 算是高等德语 基本上意思是 比如说你上课 听得懂 老师专业课的内容 你自己可以用 德文写出来专业论文 所以C1已经是一个非常希望 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德语 一般来说我们觉得是 按歌的学生的标准 可能要花以前学士的时间 可能可以修到C1 所以大概要修两三年的德语 所以这已经是很高很高的一个水准 所以能问一下 您自己的德语限制是大概什么程度 我两三年前就已经考过Bate 5了 所以现在我可能会想说 要不要考C1 加油加油 另外一位同学陈律师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这跟实验 跟实验室沟通的话 我觉得要看你在什么实验室 因为我们专业是纯德语学程 那你在实验室的话通常就是 我听到的朋友是说 他们就是用纯德语沟通 然后对那这样的话 就是至少C1 纯德语的环境就是至少C1 对 然后跟旁边的人聊天的话 其实我觉得跟语言能力 跟你的语言能力 跟你的语语程度是正相关 但是不是完全相关 你能不能跟 如果是日常聊天的话 你能不能跟别人聊天 你能够讲语言 你能够讲语言 你能够想讲语言 当然你有语言的语言 你的语言程度越高 一定是越稳 但是你也不用觉得 我现在可能只有 背 语言 背 语言 所以当地有一些 什么 Language Cafe 之类的活动 你又不敢去 我觉得不用 因为有些 像很多外籍语学生 他们很习惯 就算自己只要RI 资格 他们还是会去语言交换 然后一边跟别人练习一边学 这样子你的口语进步速度是最快的 完全同意的 就是讲话有那个性格 跟自己性格有关 我记得我以前 我认识一些男美人 其实他们没修过什么 他知道几个字 可是一直在说话 一直在说话 他完全不怕 那亚传正反 他修得很好 他语法都学过很正确的 可是不敢说话 所以当然你必须有一点敢说出来话 然后可能你虽然你的德文 还是在一个比较低廉的水平 可是你都已经能够懂 就不用怕 好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 想要询问一下结语 就是说是如果念超过四个学期 那四个学期后 是否还要再缴1500欧的学费 对我刚刚有提到 因为我是有申请免学费 然后四学期后 我有申请延长 但是就是因为超过那个黑根苏天菜 就是每一学期就要申请一次延长 所以我总共申请了两次 但是因为我有注册在corona semester 所以他们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让我通过了 另外还有一位同学是想要询问第二位讲者 那就是陶立 他说在台湾电机系的硕士组别 大都是透过考试推征 例如ICS组会特别竞争 但是如果在德国修读的话 是可以自己选择修读的组别吗 会不会要跟同学竞争 不会你就是进来这个program之后 你完全是跟其他的同学是独立的 所以在你的 你自己的学校网站 你会有自己的profile 你可以在里面选择 你要走哪一方向 这样子 对所以你是不会跟其他人有重复的 应该说不会跟其他 其他人选择不会影响到你 这样子对 你就自由选择 对 因为我们的那个电机 其实是很大的领域 与台湾把它分得很细 但是这边就是像是 你就先进来这个 我们的很大的这个电机的领域 然后再让你选不同的方向 然后你就照着这个方向去修课 这样子对 好 然后我看到刚刚好像那个桃利也是 一边就有在打字回答了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也有同学问他说 就是在阿恨的那个入籍 需要现在台湾约吗 那该要多久 那我刚刚看到桃利也回了说 如果确定有住处的话 就可以先预定时段了 好 那再来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在德国如果 就是如果想要从B1念到 就是压强到C1的这个德语能力的话 在八个月内有没有可能 你们有同学有这样的经验吗 如果你每天练习 可能整天都在练习 可能非常有可能吧 我觉得如果是压强的 可能有可能 而且看他的C1是要哪一种C1 是要考过式的C1 还是要真的听说读写面面举到的C1 我觉得考试考过跟你真的有C1是两个事情 我可能顾忠一下就是 常常听到某某人想看短事情之内修到很好的德语 然后又是我真的奉劝到这些人 然后我咨询一下一般来说我会发现 其实它不是那么短事情 我所认识的学的德语最快的修到C1从零开始 最快的也花了两年时间了 可能如果你在台湾学的话 我觉得你一定得花两个时间 你可能根本有一些intensive 我学一些比较快速班 然后你有这个预言环境 然后你有那个预言天分 可能会更快一点 可是一般大部分学生八个月从零开始 不太可能修得到那么高的水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 我觉得我个人经营 好那我们再来看 大概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有同学问说 请问需要事先写信选教授吗 还是开学后系办会帮忙决定 我们德国的研究所跟台湾不太一样 我们不是选教授职 就是你不是像是跟着一个老板 然后就帮在他实验室慢慢做事 像我是我可能先要修课个两三学期 然后前面都在修课之后去internship 最后才是去找一个教授 跟他写论文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弹性的 你可以在修课的期间 再决定说你之后要去找哪个教授 来就是跟着他写论文这样子 对跟台湾的那个逻辑是不太一样的 好谢谢大家 我可能再补一下最后一个问题 我记得有一个人在Q&A里问 怎么知道工作授权的项目 然后已经有一个回答在论坛里 说我常常观察了DAT的网站 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大家都多观察我们的网站 多看我们的联署啊 我们的Instagram 其实我们每一年就关DAT台北 在台湾每一年有50多个咨询活动 各种各样的报告活动 也可以面对面的我们跟我们咨询 所以多关注一下DAT的活动 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讲学金项目 希望下一轮就是你可以当做一个讲学金项 到了德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